你知道周总理对细节的把控精确到了什么地步吗 周总理为了开国大典能够顺利进行 几天几夜都没合眼 周总理眼看开国大典在即 就带着后勤人员来到天安门城楼检查各项事物 周总理对细节的把控更是极致到了完美 就连照相师傅的位置都给他们安排好了 除了时间来不及外 周总理还贴心地考虑到了其他领导人 因为毛主席的照相师傅 在给主席拍照的同时 还有刘少奇 朱老总等各位领导人 他们的照相师傅也要给他们照相 所以周总理觉得 大家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 才能不出意外 这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一刻 所以给各位领导拍照的师傅 只能在两侧 不允许在这个过程中来回走动 正面则是要留给记录摄像的摄影机 至于开国大典的安全问题 总理也考虑到了 因为摄像师和新闻记者的数量 无疑是给负责安保工作的聂帅增加了不少难度 而聂帅一早就考虑到了此事 所以他委婉地告诉总理 那些专职记者跟随首长多年 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他们都能知道自己的行动目标 言外之意就是提醒总理 尽可能地减少那些新闻记者 周总理也理解聂帅的难处 很快就将此事吩咐了下去 而周总理后面的一个举动 也体现他一丝不苟的作风 只见周总理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算出从下面走上来 一共花了12分钟 然后减去众人谈话的时间 差不多要8分钟才能走上来 周总理听后也很欣慰 表示朱老总不愧是总司令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很讲究战术 聂帅也让总理放心 表示他早就安排好了 如果当天出了什么意外 安保人员会特殊照顾朱老总的 周总理却吩咐聂帅 不只是朱老总 只要是年龄大的都要照顾到位 处理完领导的事情后 周总理又开始处理工作人员 他发现播音员的位置有些不妥当 因为播音员是负责向世界宣告的 他们必须在第一时间看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并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全世界 随后还交代工作人员 一定要给他们留下影像 因为齐悦和丁一兰是两位优秀 又有激情的播音员 随后周总理便对升旗开关做了检查 并询问工作人员能否保证不出差错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周总理还是交代他们 第二套升旗方案也要跟上 如果按钮出了问题 就必须保证中间的更换方案的误差 在一秒钟之内 周总理检查过各项事宜后便离开了这里 开国大典前夕 周总理临时召开大会 因为举行重大活动 飞机一般都是三架一组 而我们的飞机数量少 所以周总理决定两架一组 并让先参加检阅的飞机 再飞回来参加第二次检阅 这样一来 就能解决飞机数量不够的问题 可让周总理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安排好了一切 等待新中国成立时 有人却在暗中搞事情 那就是老蒋 他得知我党 准备在10月1号建国 七级败坏之下 就想利用空中优势 在开国大典当天 对天安门发动空袭 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志柔告诉老蒋 战斗机只需要三个小时 便能飞至天安门 老蒋得知后 便让飞机待命 然而老蒋远远低估了 我党情报人员的能力 很快周总理便得到了这一消息 甚至毛主席也下令 推迟开国大典的时间 将原定的10月1日上午10点 改成了下午3点 这样一来 即便老蒋的战斗机赶到天安门 他也没办法回去 因为老蒋的飞机没有夜航能力 一旦天黑就像瞎子一样 到时他就是瓮中之鳖 克里克诺却提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但开国大典意义非凡 就算飞机来轰炸 也不能因此停下 所以周总理决定 一切都要按照老蒋空袭的要求来 聂帅也提出 只有在空中用我们的战斗机 去撞他们的战斗机 尽力抵消老蒋的飞机 才不会影响开国大典顺利进行 而此时的新中国才刚刚成立 空军也基本处于零的状态 根本无法跟老蒋的战斗机相提并论 所以周总理觉得这样并不妥当 但聂帅既然说出了这点 自然是有他的考虑 我们这五架性能完善的受业战斗机 每架可容纳三人上级 可承载12.7毫米机关枪 1800发子弹 我们在城外等候 一旦发现敌机进入 立刻起飞 将它们拦截在空中作战 尽可能的突然时间 等时间久了之后 敌机发现燃料不足 无法返航 他们肯定会立刻逃跑 而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聂帅也是早早的 就在100位飞行员当中 挑选了15位 有战斗经验的飞行员待命 周总理深知这场空战的危险 于是就询问聂帅 这些飞行员当中有没有独子 有的话就留下来 而聂帅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总理沉默良久 留不下 他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也许他上去 可以免去更多战士的牺牲 周总理考虑再三 决定亲自过去跟飞行员告别 并想办法 劝那位独子留下 周总理得知老奖的空袭计划后 便迅速做出了应对方案 不仅将开国大典的时间 从上午改为了下午 还挑选了15名优秀的飞行员 对敌机进行拦截 他们可能有去无回 所以在执行任务之前 周总理就来跟他们告别 并且告诉他们 新中国的领导人 在今天上午已经选了出来 没等总理说出那个名字 就有飞行员肯定的说道 一定是毛主席当选了国家主席 说罢便带领众人 向毛主席敬礼 周总理看着眼前的飞行员们 心中也生出了敬畏之情 毕竟他们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 而执行这个有去无回的任务 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勇士 我代表党中央 毛主席 中央军委 向你们致敬 老蒋妄想破坏开国大典 阻止人民前进的脚步 阻止我们建立新中国 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飞行员们也向周总理保证 他们一定让敌机有来无回 确保开国大典的顺利进行 但周总理想要的并不是只有敌机有来无回 还有眼前的飞行员们平安归来 因为这些年轻人才是祖国未来的希望 甚至在这15名飞行员当中 已经有人结婚生子 还有不少人马上就要结婚 但他们却在新中国成立的危难之际 全都选择了挺身而出 可周总理最放心不下的 还是一位叫做李虎的飞行员 他的两个哥哥都死在了战场上 就剩下他一个独子 所以周总理就想劝他回去 没想到的是李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总理 周总理见李虎这么坚定 也就没再多说 然后拿出了一张印有国旗国徽 还有国歌歌词的卡片 发给了飞行员 让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都写到卡片的背面 如果他们出现了意外 将由周总理亲自送到他们的亲人手上 让家人为他们自豪 1949年10月1日 开国大典如期举乡 毛主席也跟中央领导人调侃道 刘少奇却告诉主席 天安门城楼可不是城南庄 老蒋要是敢把蛋下在这里 那他就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最终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用红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